我會說我是用排舞台劇來拍電影的一個舞台劇導演 很多時候對於大多數的舞台劇導演來說 很重要在一個舞台上就是演員的表演 所以導演最重要就是指導演員的表演 對我來說是多過這樣的 我經常都會覺得電影和舞台最大的分別 並不在於電影有特寫鏡頭 或者是可以很快切換時間 因為我覺得舞台都有的 燈光也是一種切換時間的方式 你怎樣安排走位都是一種鏡頭調度 分別只是在於到底舞台劇導演 他應該怎樣取時間為時間 取空間為空間 我會去找一個框以外的東西 對很多舞台劇導演 可不可以不要讓觀眾看到全部 可不可以讓他們看一部分 想像一部分 可不可以讓觀眾自己感受到 這個舞台不只有那麼大 其實更大更大 它是我的一個家 它亦都是我的一個火車站 我猜它都會是我的一個墳墓 我們對於終點是有一個很大的焦慮 覺得所有事都是完結在那個終點 我們隨時都會講起梵高 梵高都離開了我們很久 但是為什麼我們看到某種藍色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起梵高呢 我覺得那個價值做創作 正正就是在於它不會令到限制是限制 不會令到完結是完結 如果我沒有做過劇場的話 我留下我去過的地方的這些孖 就未必是現在這些了 我經常都想我是一個怎樣的香港人 從馬虎的角度來說 我是一個很不香港人的香港人 我是喜歡菠蘿包的 我也喜歡港式奶茶的 但是我不喜歡周星馳的 我也不喜歡大台的 之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大家覺得很好看的東西 我覺得不好看的呢 但是你要知道那個年代 其實大家的生活 是圍繞大台提供的各種價值觀 來去結立的 我這30年都在做這件事 怎麼可以不是給一些大多數人 都肯定了價值觀去框住我們自己 而是我們可不可以自己去明白 這些價值觀和自己的關係 然後你自己再做一個選擇 所以注定了你在這裡是不會很受歡迎的 因為如果你要很受歡迎的話 你是應該擁抱這些價值觀 大家容易去認同 看過的人太少了 這60幾個作品看過的人太少了 這個未必是我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改變到的事實率 因為我由成立團體1991 到現在做過的60幾個作品 如果有人願意看完它的話 你想想其實裡面發生過多少事 它都是跟我自己有關 和這個地方有關的話 它記錄了有多少我對這個地方的一些感受 但是發生過的這些事情 對哪些人有意義 對將來有沒有意義呢 這個也不是我可以去決定的了 我只能夠慶幸是說 它們都發生過 而它們發生是和那個時代 和那個人心全部都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我人心很大的一份 給自己和給別人的禮物